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澄清了今天行政院复议的第一个假消息 就是说这个总统到立法院听取 就做国情报告并进行问答是违宪的 他引用了赖清德的说法 赖清德的说法是什么 按照宪法 总统不只要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而且要接受咨询 他的词会叫咨询 坦白讲我也不认为是咨询 就是问答 所以谢谢张奇凯 直接用赖清德的话打领了行政院 我要谢谢侯孟凯 在行政院的复议里面 跟我讲说没有讨论 讨论有没有 确实有点主观感受 当然有一个 我们在野党 三场公厅会 一场专报 两次委员会审查 五场朝野协商 加上四天的表决审查 你可以说没有讨论 因为你有主观感受 但是比较起邱逸赢 钱债预算 三分钟碾压 没有讨论没有表决 甚至没收在场的意义 卓院长当作没看到 什么叫有没有讨论 你说了算 我要谢谢黄国昌 官员说谎 抱歉 岂是怀疑所能定罪 公然发假消息 官员说谎要成罪 要经过检察官 要经过法官做事实认定 没有怀疑就能成罪 法学素养都不够 提出一个什么烂的复议案 我要谢谢傅宽琪 今天已经告诉大家了 按照人事同意审查 旧法的规定就没有设期限 照你的说法叫违宪 新法只不过是加了 所谓的一个月的审查期 它并没有订定所谓的无期限 你可以造谣说 新法叫做无期限 那旧法也是被你讲是违宪 经过这些的一个寻达的交锋 我跟大家讲院长 以前面讲过的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先做点归纳 但是我接下来问院长 您当过行政院长 当过立法院长 对不对 这次的复议案 你说关于质询前 听政权的行使 有侵害人权之余 这是你们的一个复议的理由 对不对 没错吧 谢谢你点头 所以我有些案例来比较一下 民进党在行政部门 怎么来去对人权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案子跟我接下来问的 立法院听政调查有关 希望你不要跟我讲一句说 这不在复议案的范围之内 来回避问答 希望 我想请教您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民进党政府任内从2016年 到2020年1月30号 根据设委法第63条 第一项第五款 也就是散布谣言 足以影响公共安宁者警察机关 供移送多少案件 你一定不会知道 我不会为难你 告诉你 680件 也不在我今天准备的方法 680件 放心了 我说过后面有关 那我现在请问 院长 680件 有多少件被法院裁罚 多少件不裁罚 你一定不知道 我直接告诉你 只有2乘3 150件裁罚 7乘7 530件 不裁罚 国会改革法案 生效了没有 请问院长 这波的修法 生效了没有 所以我们才提出复议 对还没嘛 对不对 所以引起目前 没有任何民众 按照所谓的听证调查 来这边请求协助调查 或出席听证嘛 没有嘛 目前没有嘛 零嘛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如果是一般的民众 刚刚我原来那一段话 我内心会非常的恐惧 还好今天我在 我告诉你 那500人更恐惧 我告诉你 没关系 谢谢你 就要回答 你跟我讲恐惧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告诉你 那500人是如何的恐惧 谢谢你回答 恐惧两个字 民进党政府 就是恐惧的总和 我不接受 680个案子 有500个案子 法院不裁罚 你民进党一句话 说了算 把人民用色違法来移送 你就是有恐惧的政府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 我想请问 这个国会改革 还没生效 所以也没有人 被要求协助调查 跟谁的来出席听证 目前还没有案例 但是 在你伟大的民进党执政之下 用500位民众 遭到行政权立法 行政院 跟政府 来去濫权的 申讯 申办 问话 被司法权裁定为不法 请问这算不算 你伟大的院长 你口中的侵犯人权呢 算不算 报告委员 这个有司法权的救济 甚至有 谢谢你 有司法权的救济 我感谢你 这个怎么样 这不是今天讨论的 我只要到这边 我本来还没打算问到这一题 你先出来了 有司法权的救济 亏你讲的出口 今天说谎官员 按照这次的刑法修订 是谁来审判 说谎官员的罪责 你一直说说谎官员 那到底谁是说谎官员 我跟他说谁来判嘛 不是你判不是我判啊 法院判啊 一个委员提案 就是你说的司法救济 谢谢卓龙泰 你打脸了卓龙泰 你跟我讲司法救济 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司法审判 司法救济 第二个 听证调查 来 没关系 下一题了 不用紧张 听证调查 你讲司法救济嘛 听证调查 在多重门槛之下 到最后 如果人民不服 一样是行政法院救济 所以一样有司法救济 谢谢卓龙泰 你打脸自己 但是我要跟你讲 下一个 即便是谣言 也要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所以设委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项第五款 散布谣言的处罚 要把它删掉啊 院长你认不认同 这样的修法理由 认不认同 言论自由的保护 言论自由是我们 最高的价值之一 任何人不应该散布谣言 散布谣言 他应该有相关的法律 所以你不认同嘛 三个字结束嘛 你认同散布谣言吗 哎呀拜托 我岂敢认同散布谣言 但是不好意思啊 来停 2013年 民进党 萧美琴现在的副总统 潘洪安现在的秘书长 林佳龙现在的部长 管碧琳现在的主委 李静玉的监察院秘书长 陈其迈的市长 黄伟哲市长 提案删除所谓的 社委法63条 一项五款 他的立法理由就是 即使是谣言 亦应收到言论自由之保护 你直接一刀砍死的 所有同党同志 院长这样不好吧 都是他们过去犯蠢吗 有没有通过 这些你的过去坐在台上 革缘犯蠢吗 有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啊 很好啊 来我要告诉你 下一个我要问你 我告诉你 有没有通过 至少刚从你的嘴巴说出来 这些人犯蠢 还提案呢 我要跟你讲 我下一个问你 别紧张 我下一个问你 民进党这样提案 原因很简单 他就是不满政府 查人民水表 才会这样提案 所以他觉得说 政府用社委法 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不该 才提案修法废除 社委法 六三一项五款 那我想请问你 照这种逻辑 按社委法六三一项五款 来去所谓的 来去侦办人民 移送的案件 你觉得是马政府多 还是蔡政府多 请部长说明一下 来部长 这部我没有统计的一个 告诉你啊 你当然没统计 你不敢统计嘛 我跟警政署所知啊 警政署说 他没有104年以前的资料 所以但是 风传门有揭入过一新闻 因为我在总统府 当过副秘书长 我也略有所知 按照警政署 司法院监察院查核资料 我看到的资料 2011年到2015年 因为前面我也没有 五年资料 违反社委法六三条的 移送件数 你知道是移送多少件吗 我直接告诉你 32件 我只知道当时 平均六点 社会瞩目的违法监听案件 是大家都重视的 你要去扯别的东西 不在你赴一半 那我们回归正途来讲 没关系 按照蔡政府 蔡政府2014年 2016到2023年 我们回归复议案 好不好 673件 平均84.1件 我要告诉你 我回归复议案的讨论 没关系啊 我要就是回归你复议案啊 今天 只要我们 苏贞昌院长 对杏公猪肉不爽 就去杏公猪肉 就被查水表 我们的陈建仁院长 说着新北的谢先生 买到黑心的绿色鸡蛋 他觉得是造谣 马上警察 八小时传人 半夜征讯 这样的一个所谓烂权 在你眼中不是烂权 来我跟你讲 国会改革听证调调的四大门港 跟你讲四大门港 第一道门港 来来来来 第一道门港 第一道门港 有所谓拒绝政言权 因为时间不够 第二道门港 一三位立委决议 才能发动听证调查 第三道门港 一三位立委决议 才能够处罚 第四道门港 有司法救济 第一法院这么严谨门港 叫做侵犯人权 你民进党查水表政府 叫做什么 无法无天政府啊 谢谢 谢谢罗志强委员的发言 谢谢卓院长的背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